CAMELAIDER W HITTO METAL的外盒開箱 各位LG喜歡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在想要跟各位做介紹的呢 就是CAMELAIDER W HITTO METAL的外盒開箱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核混相當相當的帥氣 除了看到HITTO METAL的必殺技使出來的樣子 各位可以看到他的武裝和武器長棍呢 兩邊都是火焰的樣子相當相當的帥啊 現在各位看到的這個叫外盒的核繪啦 我們一樣先來看一下側邊的核繪 側邊的核繪一樣有正面跟背面 還有它的一些可動性 還有附的這種手 再來這個呢就是短邊的核繪 再來呢就是它呢 假面其實是W HITTO METAL的一些介紹 好那這個呢它的MEMORY HITTO METAL的這個特點呢 就是它的防禦力跟攻擊力呢 算比較高的 尤其是HITTO呢在三種型態當中呢 HITTO的攻擊力呢算是最高的 好那METAL的攻擊力呢 由於它的武裝呢是長棍 好所以呢就防守啊 攻擊來說呢都是比較好的 好這個呢就是HITTO METAL 好那這個呢 另一個呢就是短邊的核繪 那我們現在呢來看一下 裡面的零件呢有哪些 好打開來之後呢 一樣呢各位呢會看到說有這一次的貼紙 好各位可以看到說它的這補色貼紙呢 這一次呢蠻多的 好有武裝的補色的貼紙呢居多 好那當然呢也有就是胸前啊 手部啊等等這些補色的貼紙 好還有呢就是MEMORY HITTO METAL的這個補色貼紙 好那這補色貼紙呢 賴賞這一次呢會斟酌使用 因為呢HITTO METAL有蠻多要補色的 賴賞也會盡量嘗試呢 用補色的方式呢來進行製作 好再來呢就是模型呢現在大部分呢都會附像這樣子的說明書 好接下來就是HITTO METAL本體的說明書 裡面一樣呢教各位呢進行製作 那後面的這邊呢就有武裝的說明啦 好這裡呢就有武裝的說明 教各位呢怎麼樣來進行製作武裝 好那這個武裝呢它有分兩種 一個是長的版本一個是短的版本 好這個呢就是HITTO METAL 好那它一樣呢製作完之後呢 它可以跟別的型態呢一起呢來做更換 可以像更換成這幾種型態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來看一下零件 首先呢看到框架A 框架A主要呢就是本體 像是一些不會換的零件 像是身體啊身體中間的零件還有呢變身器 等等的一些零件呢是不會換還有眼睛 現在都在框架A 好再來看到呢就是框架B1 就是METAL這個部分的身體手部等等的零件 好再框架B1 好接著呢框架B2呢就是腿部跟武裝的零件 各位可以看到說呢METAL的武裝呢長棍呢有分兩個 一個是長版的一個是短版的 這個呢就是框架B2 好接下來的框架C呢全部呢都是HITTO的零件 各位可以看到說這個陳情色呢算還蠻好看的 好HITTO的零件好接下來呢就是METAL這一邊的肩膀的零件D1 還有呢就是D5好D5 HITTO METAL的零件在這邊好再來呢就是D1跟D4好 HITTO的零件HITTO的零件好那這一次呢一樣呢 有附上這種腳架輔助型的腳架 好 輔助型的腳架 好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次呢 CAMINE LIDAR W HITTO METAL的外盒開箱 那接下來那一場呢就來開始進行製作 好那我們下次在見面的時候呢 由於它的零件呢跟製作過程呢都是一樣的 下一次呢HITTO跟METAL跟大家見面的時候呢 那一場呢會以完成開箱的方式呢來跟各位見面 好那我們今天的外盒開箱呢 就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那喜歡我們的朋友們呢 別忘了到我們LGH的Youtube頻道呢 訂閱並且打開小鈴鐺 那想要第一手得到影片訊息的朋友們呢 可以到LINE上GameHouse的Facebook粉絲團呢 按讚 好那我們今天的外盒開箱呢 就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各位LGH的朋友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